欢迎来小小政治,我是喜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 请看一下 这绝对是今天让我最毛骨悚然的一个新闻 有关系到GISB儿童之家的丑闻 可以讲说是一宗比一宗更加的恶心 更加让人震惊的 今天这个总警察长就向大家汇报 他们发现到 在GISB的成员里面 有一些人拥有四个妻子 然后一生就生了34个孩子 34个孩子 我不知道他怎么养 结局就是 他到最后只留了两个孩子在自己的身边 其余的32个孩子 通通完全交由这一个中心去打理 报章讲 最后当这些孩子被救出来的时候 这个亲生父母都不知道 都认不得自己的孩子 要不就是他们真的认不得 要不就是他们羞于去承认那个是他的孩子 只有这两种可能 不过32个孩子 你讲说认不到 我也是相信了 所以他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大家要知道 这一些孩子从小到大 都跟这个中心 吸取他们的这个教会 跟从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规矩 而我们知道这一个组织 是非法组织 我们之前也看到了新闻介入处 这个组织里面做什么 就是告诉你一定要相信这些领导 要把这些领导当成是 这个乱世之中 最后得知真理的那一批人 基本上就是把他们当神在拜 教的通通都是一些偏离 伊斯兰教义的这一些外理 那这些孩子慢慢的从小到大 长大过后 他们会形塑成什么价值观 他们的思维会长成什么样子 这些东西 我们先讲的是儿童剥削 然后当中有儿童 15岁的时候就被这个中心 派去做免费劳工 女生被送去当礼物 过后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 更可怕的东西 就是呢 这些被救出来的孩子 全部被证实是大马公民 他们并不是无国籍人士 所以这些孩子 实际上他们长大过后 是有投票权的 他们是马来西亚的一分子 那这件事情讲到这边 你应该可以感觉到 那个毛骨悚然的部分了吧 也就是说这一些人 他们从小到大 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 他们就是在一个密封 封闭的环境里面 接受这一些 我可以讲说是 偏离宗教的极端组织的 这一些教条 那他们长大过后 对于社会会有怎样的影响 甚至我可以讲是有破坏 在这里 我想到了以前读过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英国作家 很出名的一本书 叫动物庄园 这个动物庄园里面 都是比喻罢了 讲比喻罢了 里面就有一个反派 这个反派呢 他的形象是一个猪 我不是讲他们是猪 只是比喻罢了 然后他在里面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当人家重新开始建立次序的时候呢 这个反派 他呢就静悄悄的 把一批小狗 这些小狗全部是小孩子罢了 就慢慢的抚养他们 到最后呢 这一些小狗就成为了他最有力的这个武器 OK 现在这一个寓意 OK 我都想比喻啊 套到了现在 你有没有感觉其实有相似的这个地方 动物庄园最后的结局就是 这一个反派 用着他这一批 这个养出来的 这个小狗到最后变成狼犬 然后去控制了其他人 进行这个威吓 然后呢 自己成为了一个独裁者 这是动物庄园带出来的那个意思 现在 在真实社会 是不是已经在上演这类似的这个事情呢 被救出来的孩子 其实到最后还算是幸运 因为呢 目前根据这一个教育部长讲 他们最终将会进行评估 然后他们将会重新的 接到这一个正规教育里面 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到的是呢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孩子 是没有被救到来的 目前警方的这个突击行动仍然在继续 但是他们发现到的是呢 很多地方他们闯开门进去之后呢 里面是空的 就代表讲 里面的成员逃跑了 这些成员逃跑的时候呢 也顺便把这些孩子通通都带出去 所以目前我们是不知道这一些孩子是在哪里的 然后也记得这些孩子都是大马公民 所以我就讲这件事情实际上真的真的非常的可怕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 他们会有怎样的这个思维 毕竟他们跟社会是脱节的 也不知道这些有心人是 运用这些孩子 帮他们植入了什么样的这个思想 那这些思想会不会以后祸害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应该把它放为 如果不是最重要 但是至少是最重要的其中之一 这件事情也已经引起了我们雪州苏丹的这个警示 他已经下令警方也好 宗教人士也好 你们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他表达失望 他对这些缓慢的行动其实是有不满的 所以全国的警方 内政部也好 还是各个州政府的好 其实真的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这个事情去看待 因为我讲了 之前我们仅仅只是当成是儿童被权利被夺走 对吧 我们只是讲说免费劳工剥削儿童权利 但是现在他已经上升到有跟我们国家安全有这个关系了 所以最后 我认为了 所有事情到最后呢 亡羊补牢未为此业 至少我们往好的方面去想 虽然我觉得真的拖了很久这个事情 但是至少现在发现了这个事情 也开始一一在争破 那接下去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呢 有没有办法 再去把马来西亚这一些 现在还逆藏于这个地毯下的类似的事件 找出来 侦破它 OK 我不敢一定有 但是至少你必须确保类似的组织 这些用封闭环境 然后在里面自己当太上劳军当这个玉皇大帝的这些组织需要被侦破 只有这些东西被侦破 这些孩童被救出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想象 我们未来一代两代的这些大马公民 实际上是怎样的数值 实际上是可以融合整个社会的 那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课题是危言耸听了 OK 我希望我想的是最坏的那个方向了 OK 但是我就希望说这个事情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去做 OK 真的希望我讲的东西只是自己在吓自己 也吓到大家 如果最后事实是这样 我跟大家讲一声抱歉了 或许是我想太多 但是不懂你怎么想 欢迎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